台中市有一名男子传了简讯向朋友求救 他说自己参加party之后想要离开 但是却被两名男子关在日租套房里面 警方接获了报案前去救人 结果意外搜出了毒品 还发现这三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罹患了艾滋病 吸毒恍惚的陈姓男子全身赤裸冲出房门外 后方第一名裸男火速追上前 过没多久一名内裤男跟出去看状况 还有别间房客开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接着两人合力把陈姓男子抬回房间 被害的陈姓男子传简讯给朋友 说自己被关在日租套房内请警察来救他 警方询献找到人 还在房间内搜出安非他命及吸食器 透过网路还有有人的介绍 他们已经有开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跨年约的时候 那这一次就是在元宵的前夕 警方调查陈姓男子是家教 其他两人分别是补习班老师及银行理专 当天共有六名男子相约开party狂欢 每人收费三百元 没想到一通求救简讯 让警方意外破获赌红帕 我感谢您的那个志愿